這邊是有鮭魚的喔 看一下喔 這邊有酥皮濃湯 手捲 然後呢 有戰斧豬 生魚片 小龍蝦 嗨 大家好 我是雲飛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位於台中的新翔道 欸 妳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終於離開了北北基陶 離開了竹苗 然後第一次往台中出發 哇 好開心喔 這是我們台中的第一站 那為什麼台中第一站 我會選新翔道的 原因是我弟跟家家前一段時間來這邊旅行 然後就看到新翔道 感覺印象還不錯 他們雖然沒有進來吃 但是從外面看起來好像東西還蠻多的 所以呢 就跟我說 改天我們一定要來拍新翔道 然後啊 我大致在網路上搜了一下 MOMO現在他們的餐券是七七七一個人 如果有更便宜的話 觀眾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總之呢 我今天買到的就是七七七 然後他們現在好像有一個活動 四人同行 一人免費 所以你們看一下這張圖 我在外面拍到的 那說實在話 就算是沒有四人同行 一人免費 因為我們今天是三個人過來嘛 我們各自買三圈 七七也很便宜的對不對 而且還服務費 這個價格在北部的Buffet 應該只能吃下午茶 我這麼說應該不誇張吧對不對 很多下午茶還不只精心 好啦 今天我們趕快來看看 心想到到底有什麼好吃的囉 走吧 這一區啊 沙拉真的是很漂亮 剛才完整的時候來不及拍給你們看 不然真的是更驚豔 這個有水果優格沙拉 還有海帶芽醋沙拉 這個是番茄沙拉 梅醬的 起司在這裡 旁邊呢 堅果 各式配料 非常豐富 有橄欖 迷你洋蔥 還有堅果 葡萄乾 南瓜籽 跟千島醬 和風醬等等的 旁邊呢 飯店必備 起司跟冷肉 然後當然就是蔬菜囉 生菜 番茄 萝莓 還有石蓮花 水果方面呢 有五種水果 看一下 哈密瓜 柳丁 芭樂 鳳梨 跟西瓜 還有清涼綠豆湯 很大一鍋 看到嗎 這邊還有炒冰耶 而且配料蠻多種的喔 有花生啊 黑糖 百香果醬 紅豆 豆花 愛玉 仙草 跟椰漿 很不賴吧 那繼續走過這個很漂亮的白飾呢 接下來就來到麵包區了 你們看一下喔 就以我們之前走訪過的餐廳來說 他們的麵包算是還蠻精緻的耶 你們看 拔絲奶黃 鮮奶核桃麵包 不是那種一般的吐司 或者是簡單的餐包喔 芋泥吐司 還有義式起司堡 辣味 這邊有一個素食專區耶 對於素食者 相當相當友善 看一下喔 這一道是苦瓜風 還有香菇 胡蘿蔔 然後有苦瓜 然後呢 還有青花菜 看得出裡面有甜椒 然後有玉米筍 再過來呢 這邊還有一道蔬菜 也是季節食蔬 今天是高麗菜 看看這個櫃檯 好美喔 旁邊有櫻花呢 然後呢 第一道看到的就是滷肉飯 看一下喔 裡面這個滷肉啊 跟我們在北部吃到的好像印象中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北部吃到的滷肉飯 大部分的肉塊是比較小 是碎肉 它這邊的肉感覺比較大塊耶 有沒有台中的朋友來說一下 你們吃的滷肉飯其實就是這樣對不對 跟我們北部平常看到的不太一樣 然後呢 這邊就是炸物啦 有薯條 然後 烤豬肋排 這個燈光啊 真的是滿分 烤魚 好好吃的樣子喔 上面那個亮晶晶的 還有糖陽雞 你們看配色多重要 有綠葉就整個就不一樣了 還有炸蝦天婦羅 然後啊 這邊有大量的調味料罐 你們看一下喔 基本上呢 你想得到的有 想不到的也有 還有新疆孜然 韓式辣味 香濃起司 還有咖哩耶 川味麻辣 下面還有醬料 雜物醬 甜辣醬 美乃滋跟番茄醬 好酷喔 這邊 炸過去還沒結束唷 我們 經過了這個轉角的燈籠之後呢 會看到 天婦羅醬跟白蘿蔔泥 接下來就是野菜天婦羅了 這個是玉米筍跟杏鮑菇吧 還有豆子 旁邊這個呢 我不是很確定 有可能是番薯 應該是 現沖牛肉湯 這一道呢 相信不少觀眾都很熟悉了 他們這邊呢 會先把牛肉放在碗裡 直接往裡面沖湯就可以了 汗來海港跟其他自助餐有蠻多 都有採用這種方式的 這個呢 是滷味耶 可以自己滷喜歡的食材 看 都在下面 太有古早味的感覺了 哇 台味十足 然後呢 這邊又有很多很多的調味醬料 這是燙青菜 哇 麻辣小龍蝦 我很久很久沒有吃到小龍蝦了 不知道你們愛不愛吃 這個如果調味得當的話 吃起來真的是很過癮 蟹肉茶碗蒸 還有土瓶蒸 這邊呢 剛才我們說的有燙青菜嘛 其實呢 我還漏拍了 這邊有麻油荷包蛋 然後 薑絲蛤蜊湯 主廚精選牛肉麵唷 還有酸菜魚 這幾道呢 你們真的是可以點來吃吃看 尤其是那個牛肉麵跟山菜魚 好棒喔 他們這邊有一個DIY的海鮮丼飯 非常可愛 它有教學 先鋪 醋飯再碗底 然後加上自己喜歡的配料就可以啦 這裡呢 海鮮串 白蝦 鳳螺 花枝 淡菜 鯊魚煙 然後就是很多很多觀眾 特別關注了 生魚片了 這邊有旗魚 鮪魚跟鮭魚 所以在詢問說有沒有鮭魚的觀眾 你們可以放心的喔 這邊是有鮭魚的 拍一個鏡的特寫給你們看 沒問題的 其餘鮭魚 鮪魚都到齊了 手捲方面呢 跟其他餐廳都是一樣的 他們也是現點現做 三種口味 跟師傅點就可以了 接下來 旁邊還有一些開胃的冷盤 糖醋小魚花生 黃金泡菜 黑豆 牛蚌絲等等的 這邊有 生魚片窩壽司出現了 有蝦 有生魚片窩壽司 又有豆皮壽司 花壽司等等的 好的 來看一下熟食 十八 你們看熟食的櫃檯 這樣一眼望過去 也是令人開心喔 東西很多呢 這邊有泰式酸辣湯 看到這個顏色就懂了 又酸又辣 這個絕對很開胃的 越式公仔麵 以我這種賠錢貨的性格 等一下我可能會來一碗 還有泰式綠咖哩 上面主要是青花菜 好多喔 看到嗎 泰式酸辣魚 我老弟有搶到魚尾 中間大概都被拿工了 你們看 只剩下魚頭了 還有這個海鮮料理 它這個是蝦子 旁邊呢是蝦片 我好愛喔 泰式打拋豬 這個 上面的檸檬片讓人看起來就 你知道嗎 就很容易分泌脫耳 好想吃喔 主廚特選披薩 有兩種口味喔 接下來 主廚精選雞肉料理 它這個就是義大利麵嘛 然後上面有焗烤起司耶 上面也不要忘了喔 不要漏了 上面有香酥鱈魚 然後迷迭香嫩煎雞腿排 旁邊的就是戰斧豬了 看到嗎 下排呢 有白酒會海鮮 還有奶油鼠泥耶 純純的碳水化合物 但是就是好吃 義式炭烤石酥 很棒吧 這個配色 旁邊還有黑胡椒醬跟蘑菇醬 原因是剛才除了有戰斧豬以外 還有現切牛肉 這一排肉食動物開心啦 酥皮濃湯烤了很多放在這邊 所以大家不用著急 看一下喔 新菜上市 這邊有海鮮丼 紅燒牛肉麵 戰斧豬排 泰式打拋豬跟酸辣魚 很棒喔 這直接寫在黑板上 然後下面竟然有一個港點推車 這個是奶黃包 他的小粽狼好可愛 這個是糯米糰 還有 喔 這個就是紫米了喔 咦 這是不是那個鮮蝦 對吧 這應該是蝦餃 這是那個荷葉種 好啦 我被我弟緊急召回 先拍一下我們桌上的戰利品 因為我拍完之後他們就要先吃了 嘿嘿 看一下喔 這邊有酥皮濃湯 手捲 然後呢 有戰斧豬 生魚片 小龍蝦 披薩 起司 還有現切牛排 這邊也是小龍蝦跟雜蝦 還有野菜天婦羅 這裡呢 有剛才我們看到有烤魚嘛 雜蝦 這邊呢 有魚 還有鮭魚生魚片 這一桌 也很美吧 那個小龍蝦 在我看起來真的特別好吃 我等一下好想吃一盤小龍蝦 好的 用餐到中間 也是按慣例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在這邊用餐的心得 那說真的喔 我們剛才三個人討論了一下 我們發現啊 在台中這邊用餐有一個 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不知道北部的朋友 跟我們有沒有共同的感受 就是我們平常在北部吃Buffet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反應都是先去吃海鮮 先去拿生魚片 對不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觀眾 都是跟我一樣的感受 我們當時呢 在北部拍Buffet的時候 先空的 先最擠的一定是 生魚片那一群 然後一次是海鮮 然後才是肉食跟熟食 但是啊 我們剛才在這邊用餐啊 我們發現 欸 台中這邊的習慣好像跟我們真的不太一樣 他們呢 欸 是會雨入均沾的 他們不會全部先集中去拿生魚片 他們會分散 有的人先去拿熟食 有的人先拿熟食 所以我們先拿海鮮 甚至有的人是先吃冷盤 像是沙拉這樣子 可能就是地區的關係喔 因為台中這個習慣真的 對我來說太友善了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要跟你們說啊 就是他們的餐點 我們今天吃到的感覺是他們的餐點 口味普遍偏比較重 就是調味方面比較重一點 所以呢 如果你們也跟我口味差不多的話 你們會覺得特別好吃齁 那如果你們口味特別清淡的話 那就建議你們多吃海鮮就好了 吃吃魚片啊 吃海鮮 然後有一樣東西我要跟特別給你們推一下 他們的牛肉麵很好吃 它那個湯頭是藥膳的牛肉 所以呢 不會辣 就是有一種藥膳的香味 哇 吃起來很夠味耶 麵也很入味 我真的覺得好吃 它的麵是細麵 它的牛肉麵真的棒耶 就是 算是我近期以來吃到最喜歡的了 好啦 繼續跟你們說課語教學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所當然的教一下台中怎麼說囉 客家話的台中呢 不知道該說好學還是說好學呢 你可以聽聽看好了 客家話的台中是這樣發音的 台中 台中 台就是台 中就是中 台中 我們終於來到中南部 不能說中南部 應該說終於進展到中部了 希望接下來呢 還可以繼續往南跑喔 以後算多一點的話 我想往南跑 好啦 我們再複習一次喔 客家話的台中 叫做台中 台中 學起來了嗎 看到這邊啊 有棉花糖啊 巧克力米 你們就知道了齁 旁邊的當然就是冰品了 沒有錯 這邊的冰淇淋是Hagen Dazs 這個冰櫃有四種口味 然後繼續往這邊走 還沒結束喔 它的冰淇淋還有一個冰櫃 它這邊主要冰的是冰棒 這個檸檬跟葡萄的冰棒 我小時候真的吃過 好有印象 我記得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麻吉冰嘛 沒錯吧 下面的有小美看到嗎 最右邊這個我也有一點印象 我記得好像是漢堡型的那一種 好啦 那這個冰櫃呢 就是我們一入場就會看到的甜點蛋糕櫃 帶大家看一下 台式馬卡龍 檸檬塔 提拉米蘇跟菠蘿泡芙 泡芙真的是菠蘿表皮特別好吃 特別脆 這邊有蜂巢蛋糕 檸檬蛋糕 熱帶水果慕斯 還有紅茶慕斯 下排呢 輕乳酪蛋糕 我超愛乳酪蛋糕的 還有莓果奶酪 冷飲區 首先看到我們都很熟悉的沙瓦機器 已經在很多蜘蛛吧看到過囉 然後呢這邊有兩個冰櫃 冰了很多飲料喔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清淨乳筍 看到嗎 然後有檸檬紅茶 然後汽水 可樂 雪碧 然後轉過生來 這裡還有飛罐裝飲料 這裡有金桔檸檬 然後蔓越莓 跟柳橙 還有泰式奶茶耶 好棒喔 今天想喝奶茶 好想喝喔 還有美顏CC水 你們看 之所以這麼稱呼 是因為裡面有很多水果 水果片 然後它的冰塊是自取的喔 很棒 這裡還有雞尾酒 標明五酒精 可以放心喝 紅酒白酒耶 是的 我們是平日中午造訪喔 這個價格就有紅白酒喝到飽了 是不是還不錯呀 接下來看熱飲囉 這邊有一台咖啡機 然後茶包 熱水機 看一下齁 茶包的種類還滿多的 烏龍茶 紅茶 普爾茶 綠茶 這個燈光用得好啊 好美喔 好囉 帶大家看一下 先想到內部的用餐環境 平日中午呢 今天都有大概四成滿 我覺得這樣的人數是非常剛好的 就是取餐的時候不用排隊 也不會覺得急喔 但是也不會覺得人很少讓你很尷尬 我感覺是還滿舒適的喔 然後他們的座位數其實很多喔 我現在拍的只是其中一個角落喔 他這邊繼續往後走呢 都還有用餐區的喔 好囉 我們來甜點結尾吧 這個呢 大多數都是我們剛才在甜點櫃有看到的 乳酪蛋糕啊 提拉米蘇還有台式馬卡龍 右下角這個是剛才新增的 不知道替代了哪一種蛋糕 總之呢 新增了一個水蜜桃的奶油蛋糕 耶 這個我也很愛 好的 我們甜點結尾啦 我們吃完甜點 這一餐就告一段落了 很高興很高興 第一次來到台中吃他們的buffet 我對新想到的印象確實還不錯 還滿棒的喔 哈囉 我要用我夫婦的甜點 跟你們說掰掰 他們這邊有一個新增一個 像生日蛋糕的 他是水蜜桃蛋糕 中間海綿蛋糕嘛 外面有厚厚的奶油 然後還有 家家剛才啊 他們去拿了 烏肉飯 果然不出我所料 剛好我有拍個特寫嘛 他們的肉果然很大塊 我們在北部吃到的烏肉飯其實不太一樣 他們肉是屬於比較大塊的 然後味道比較重一點 所以他們這邊的菜 我覺得補片味道稍微比較重一點 我個人是很喜歡啊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那如果口味比較清淡的朋友 可以斟酌一下 好啦 你們覺得心想到如何呢 我必須說我覺得 第一次來台中 就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們東西不但多 然後又很便宜 一個人參選的話 是777 跟你們強調一下 777塊錢 和服務費就可以吃到 鮭魚生魚片 有縫羅等等的海鮮 還有小龍蝦 又有縫烤牛肉嘛 然後還有薩虎豬排 好啦 歡迎留言跟我說說心想 到底留給你的印象如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不要忘記按讚 分享訂閱喔 我是雲飛 我們下次別的參與繼續吃吧 下次見到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